字幕止MT 各位觀眾,感謝持續收看 琪歌、達哥、其他這一家 今天又是2020年6月14日 今天是星期天 那8點準備又是我們的 原空打黑龍的時段了 那目前線上21位玩家 那時間過得很快 一轉眼又是一個禮拜天了晚上了 明天又要上班了 各位觀眾朋友一定要記得這個禮拜六要補班喔 所以有時候要打字還要說話還要用這個用那個就會忙一點 因為還有人在等我要打床戰 把他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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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妹妹已經站在那個 黑龍出生點的上面 帥安安 所以我都在玩玩看說各種的那個 各種的那個 被他發現了 被他發現了 各種的一個直播方式 目前的話先開我們的打黑龍 那等一下有玩家等要打那個 床戰 打床戰 先打開設定一下 那有什麼要聊的要說的 觀眾朋友都可以做打字 那如果看重播的觀眾朋友記得 有什麼想要說的想要問的都可以在底下做留言 但這幾天一直在看臉書啊 真的有些小朋友真的好可憐喔 都被欺負了 問一個問題就被人家罵 不會谷歌喔 不會Google 不會找關鍵字喔 不會去找Minecraft喔 不會去找答案喔 只會問問問 什麼都要問 阿阿 沒辦法啊 原始人講的誰沒有嫩過 誰沒有嫩過 對不對喔 我卡在這裡,它就不能跳了 所以它們很會跳的,你就直接丟 丟從葉珍珠飛上去 它說這水晶怎麼了 他把他打爆了 厲害厲害,打爆了那個終界水晶蛾 問題八點的黑龍是用我們TK副本的設計師去做改良的 變成說他可以直接做出黑龍的一個召喚 現在木田倒數還有六分鐘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一堆那個 一堆那個 終界水晶 應該是黑龍要出的時候自動產生的吧 那在這個終界區 基本上 由我們的TK有去做過改良過 不然一般終界區很容易被挖得亂七八糟 如果各位玩家有在玩過別的服 你會發現了 別的服真的很淒慘 真的很淒慘 我怎樣淒慘呢 就是會被挖得亂七八糟 只有這個地方挖不掉 這個基岩的或終界的地方 他們現在就是要把自己丟上去 丟上去丟上去 就是要有技巧 所以用的都很會丟 你看上面還有人在飛啊 還有人在那邊飛啊 超厲害的 我去我們的DC貼一下 8點打黑龍的直播 那直播不影響到任何東西 只是讓玩家可以看到 花上晚餐好 可以讓各位玩家看一下說 改良過的黑龍 每個禮拜天才有的喔 那這個黑龍傷了有什麼作用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現在開1.15.2的版本 他的交易視窗是這樣子的 那你如果開1.13或1.8版的 他舊版的話 我們這邊進不去 我們這邊只有1.13到1.15可以用 那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邊就是打黑龍收集他的靈片跟魂珠 那頭顱跟核心 他可以去換這個 黑龍施奈特之心 還有那個黑龍施奈特之力 這都是戒指 一個是物理傷害 一個是物理防禦 增加暴擊或增加生命 那還有一個範 鞭石草 他們講說那個是鞭 鞭石草他就可以裝石頭 那石頭也有人在做蒐集 他就會 都會做到一些 做到一些那個 不一樣的一些功能在 明夜晚上好 所以我在想說有時候 有時候要TP別人過來有沒有 TP 他的名字 就是飛到他身邊 那TP我到他 換一下 他到我腳底下我就不能試了 痛 我偷偷把他抓過來了 不要妨礙玩家好了 等一下把他們亂弄生氣 因為有些玩笑他們都不喜歡開 就會造成一些問題戰 那我們等一下準備 目前倒數三分鐘 倒數三分鐘 大黑龍準備出囉 那等一下大黑龍出了的話 我就會變成那個監督的 我就會變成 變隱形啦 隱形的話我繼續觀察 觀察模式就可以看一些 有些奇奇怪怪的 他又把他炸掉了 他又把他炸掉了 有一個拿的東西在跑 應該是我們某管理員 他現在在製造 製造那個 超無敵的終界珍珠 那你看我經過他身邊 又有技能產生了 跳躍加速跟挖掘加速 我覺得我們那個 應該有某位管理者在身邊 會讓我們高興起來 一瞬間我們的能力 就加強加高了 有一個人嗎 好那差不多我要變隱形了 隱形的話等一下就發現 他在那邊走了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我們直播的缺點 就是把它露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那個啊 我就是要請各位玩家 多多支持 多多去做宣傳 那目前線上玩家 有22位 22位 其實我們這些老玩家 跟一般 逛的分身在賺資源 賺遊戲幣 還有賺一些材料 做一些收集材料的地方 那要讓這個遊戲好玩 真的我們才跟玩家講 要有收集裝備的一個樂趣 還要有跟好朋友一起建築 做生存的一個樂趣 就像很多玩家 如果在臉書上 可以發現到 很多都在努力蓋一些建築 建築 因為 你要先想看 這一塊一塊磚塊 你可以蓋出多少花樣 多少花樣 才會發現說 這個遊戲的一個樂趣 樂趣在哪邊 不然其實就像樂高玩具 樂高玩具到這麼久了 還是很多人想要玩 不管大人小孩都會去買 而且樂高他會一直改良 他也是跟我們Minecraft服一樣 他會一直改版的 比如剛開始Minecraft服最早聽說 1.幾版的 對不對 後來變成 1.幾 1.幾 因為我2014年玩1.8幾 就開始了 玩Minecraft 那時候 那時候是有一個 免 也是免費的伺服器 但是它是非正版 它是盜版的人 就可以去作用 那我剛營業員 看到我們有一個 某管理者 努力的在擺中介水晶 努力的在擺中介水晶 因為他要召喚大黑龍 我看8點整是系統出 還是他去召喚 我記得好像8點整是系統出 但是 感覺還是要有人去控制 他會比較順 好像他們就暴怒了 暴怒就開始在丟丟丟丟丟丟 就開始射弓箭 那我們這個是做的寵物 這個 等級要到一定程度 才可以做你的寵物 還可以做寵物飛行 那如果玩家有興趣聊天打字的話 都可以在我的YouTube上打字 那黑龍吳直播完之後 我會再過去玩那個床戰 開始囉 各位觀眾也可以聽一下環道的聲音 這個遊戲不是單聲而已 它是立體聲 左邊 然後我們的黑龍斯奈特加出現了 各位玩家就可以看到 他們努力的在用射弓箭的 會用翹翅飛翔的玩家 他就會直接用跳躍又煙火 煙火直接衝刺上去去砍他 那你也可以等他下來 因為他在這邊繞一繞 一般終界水晶是用來幫 幫那個終界龍補血的 所以有些玩家 有些玩家會先去把終界水晶去炸掉 那目前打黑龍的話 我看他們蠻多玩家都蠻強 不需要去拆那個 他就等他來有沒有 你看 他那個 黑龍氣息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例子全開 效果全開 他是有這些功能 那你才會看到說 這些的一些畫面 那我在飛下來之前 我先把我的一個光影 先關閉一下 給各位玩家看一下說 一般沒有裝光影包的黑龍 是什麼樣子 我每次直播都是有裝光影包 對不對 好這就是沒有光影包的黑龍 這就是基本的一個設定 那有的玩家會用材質包啊 會用那個 效能 讓他看起來更絢麗 更可帶 更可愛的一些卡通圖片 或者是說一些比較擬真的一些物品 所以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這是一般的沒有光影包 他的畫面比較 平淡一點 那因為我有 我有吃 我有喝這個夜市藥水 所以我在這邊的話 跟別人也不太一樣 一般有時候你到這邊的話 是黑黑的 比較沒那麼亮 那為了考慮直播的一個效果 我還是會跟玩家講說 我會盡量用光亮一點 讓直播畫面 看起來漂亮一點 才不會毆密碼 我們常跟玩家講 毆密碼就很累 那我跟著他飛翔一下 喔哇 還有一顆爆彈 喔哇 他還可以穿越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外面 其實都有中介生豬 都會幫他補血 然後我們還有配字幕 有沒有 黑龍斯奈特加爾 他會喊話 這都是一個插件的一個效果 雖然很多玩家 有在線上有在問說 阿怎麼沒有辦法改1.15.200 就是這些插件 你如果要重用 就是要等他們的插件師有更新 你看下來了下來了 就玩家就開始跳過來了 他就從底下開始殺 問題是他只要一爆餒 秒殺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就瞬間全部會秒殺掉 因為他殺傷力是無可抵擋的 但是死的話 不會噴 不會掉經驗 就是你要再傳送一次而已 但是這樣子殺力比較快 因為各位的人 不會飛翔的人 他就可以直接用 用刀子在下面砍 那會跳躍 就可以跳到自己上 直接跟他對著 那我們是期待我們的福祖 慢慢改良 目前他們有在做一些 柴子包的一些買賣 柴子包的一些建築 建築的一些功能 材料的一些販賣區 那資源區還要再算一下說 他的電腦能不能負荷得了 像剛剛有另外一群人跟我講 另外一個頻道 他就跟我說 他們已經在爆了 因為五十幾個人在線上 那我常跟玩家講 為什麼那麼多人會去玩 第一個 新鮮 常跟玩家講 有人就是趁新鮮 新鮮的時候 就會想要去玩這些東西 玩完之後 如果我說 你不能讓玩家留得住 就跟我們講的嘛 你要收集一些 稀有的物品 或稀有的裝備 像我常會送一些 我自己用名字打的一些 材料 雖然拿得到 我買得到 但是有打我的名字 感覺不一樣 所以就有人會用這個方式來收集 那目前我們的旗幟是不能合成的 所以我那邊有一些旗幟 我就是偶爾會做一些 贈送的東西 讓玩家去玩一下說 欸 旗幟可以拿來裝飾 讓他自己的家更好更漂亮 你看我面前又被魔法打死了 所以他的轟炸真的很強大 你看一轟下去就 真的會秒殺啦 那飛龍的話 因為他都是在這個範圍去飛一下 不會飛太遠 反正就是 只能在這邊用弓箭射他 不然就等他著弱的時候拿刀砍他 重點 我常跟玩家講 重點就是最後的一個衝刺 有沒有 就是他快死亡的那一瞬間 打死會掉裝備 掉我們副本的裝備 還有他的一些 特定的一些材料 像剛剛看有龍鱗片 黑龍的頭 收集之後可以換他的戒指 那我常跟玩家講 玩這個的收集樂趣就是這樣子 你每個禮拜打一次 每個禮拜打一次 讓你輕鬆玩遊戲 不要說 像說你每天一定要上啊 每天要打卡簽到啊 每天一定要 要一定上個線拿個禮物 拿個什麼的啊 那就跟禮包一樣嘛 有些禮包他會做這樣子的方式啊 我今天 上線領個禮包領個材料 領個禮包領個材料 那有些人就喜歡這樣子 那有些人是喜歡輕鬆玩 比如 到上學 晚上寫功課 寫完了就快睡覺了 用你直接玩啊 那 來這邊可以蓋建築 收集材料 有空挖挖礦啊 收集資源 收集材料啊 或去副本 搜搜怪啊 其實很多玩家如果玩過以前的一些遊戲 很多都是這樣子啊 慢慢刷慢慢玩 像有玩過天堂的啊 還有玩過風之谷的啊 那你可以再想想看 現在手遊也是啊 天堂M啊 還有風之谷M啊 像那個 像那個什麼 石器時代也準備又要改版了 所以各位玩家可以看一下 石器時代到時候又有M 又有別的 然後就很多很多的東西 一直在做變化 好 快死了快死了 快快快 會在哪邊噴呢 讓他們衝過去砍的人 就是要拼到 剛好他落地這一顆 這一剎那有沒有 爆 啊不行危險 他如果死在這邊就掉了 喔這裡這裡 東西掉到那邊去了吧 他應該 死的時候掉在那邊 這邊是掉經驗值啦 他應該是沒雪的瞬間有沒有 沒雪的瞬間會掉那個 這邊是掉一顆經驗值 因為沒雪的瞬間是掉武器掉在這邊嘛 所以他們很多人變得要兵 兵來這邊點 那王死了之後呢 他還會出現一個那個 喔 財寶貓 我剛沒錄到了 如果有興趣看的玩家可以看之前的 黑龍 打黑龍 這個財寶貓 那打死財寶貓呢 就會有一些東西物品掉下來 那 有人說沒有貓耶 那可能要問一下吧 因為我們有時候等福祖去做控管一下 那一下有的玩家就在那邊看 看一下要蒐集什麼樣的材料 喔 他們的武器會爆炸 有電擊 對啊 我們巨貓說 靈...靈...靈北 呵... 撿到黑龍 小如魚撿到了 黑龍魂出 黑龍頭魯 黑龍尾 欸呀...因為剛剛王死了會掉... 掉那個...裝備...掉貓啦 因為我剛剛來不及看,我剛剛只看到那個血量 喔喔喔喔喔喔喔 攻擊他會掉那個 閃電攻擊 這是他的技能武器 那贊助,贊助也有贊助的一些武器 所以很多玩家可以去 好好地享受 享受這個遊戲的內容 那我們輔主,我們輔主又在 呵呵 我們輔主要放龍嗎 問題他一放就被人家砍掉啊 哈哈哈哈 對啊他只要放一顆人就把他砍掉 放一顆人就把他砍掉 看一下我們輔主要打指令 要打指令去幫他那個嗎 要打指令再召喚一次嗎 看一下 哎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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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技能武器的爆炸功能 然後我們輔主也沒打字耶 所以現在目前 他有沒有要辦什麼樣的讓我們這個 這個 你看,我這邊用雙胞胎喔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 七個 七位,七位忠實玩家 所以我們的TK說 打完就等下禮拜囉 對啊 問題是我們的,我們的輔主在 偷偷放中間水晶 一直被敲掉啊 他不打字說明人家都不知道啊 因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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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亂打啊 他還沒放好就被人家打掉 我再看一次他來不來得及快 哎唷哎唷又不行 所以之前玩家有的要自己打黑龍 一定要講好 一定要跟旁邊的人講說 沒事不要去碰他 有沒有,你去碰他就炸掉了 炸掉了有沒有看到 對啊 他動作太慢了,放兩顆別人一砍就爆了 有沒有,三顆 好,再來 哈哈,又炸了 喔喔喔喔喔喔 怎麼會放那麼多閃電啊 對啊,因為我把天氣的一些音效關掉 不然都會聽到閃電打雷 他有時候聽的蠻不舒服的 所以會先跳掉 對啊 他們那個武器真的太可怕了嘛 還有人寵物的是閃電鼓勵怕 你就知道了,抓鼓勵怕怎麼抓啊 就是要花時間去等喔 喔,OK 那打完黑龍我關直播先囉 各位掰掰 好,我要再重開我的一個直播了 那現在這邊黑龍打完了齁 那各位觀眾朋友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 那有什麼喜歡 想說想聊都可以在 未來的影片底下做個留言 那今天 打黑龍的直播先到這邊 記得喜歡 訂閱點讚點分享 那 那齊哥這個頻道目前就是做直播 未來所有的東西我還是會在主頻道搶匪那一邊 那先關直播再重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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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